背起我的心装 走在那老路上 为我的前途去流浪 去寻找我的心风向 远方的山坡山山 一生整夜花香 一乡的山水虽然是后 可我更爱我的国乡 流浪 流浪 我今天带小黄来到了三年之前 我骑自行车遇见他的这个地方 隔了三年了 再次带他来到这里 非常的感慨 因为小黄是我去年来这里遇见他 我把他救出去了 这就是我三年之前骑自行车遇见他的样子 他的脸还没有那么白 还很年轻的 三年相当于人的二十多年 当时我是骑自行车 实在是没办法带他 因为一个人骑自行车 带这么一个大狗 确实是无能为力啊 当时就没有救他 当时就许下一个承诺 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来这里的话 就把他救出去 也就是隔了两年 去年 我把他带出去了啊 带出去之后啊 一直都把他养得挺好的啊 然后今年我又带他回到了这个地方 真的心里特别感慨吧 经历了很多很多啊 看一下前面这里有一条黄狗 我前年骑行的时候到这里就遇见一条 看一下是不是他 要走近了才知道 啊是的就是他 小黄我怎么在这里遇见你了啊 还认识我不 我估计他不认识了 两年了啊 我今年再次带小黄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去年 我在这里遇见他的这个地方啊 得给他把体链子拴住 因为现在他有点发情啊 我担心他被那种功格给 配上的话非常麻烦 去年就是我还没有救他 他的时候 就给配上了 所以说生了小隔 其实如果我养着的话 我就看好他 他到这里感觉他特别激动啊 去年我在这里遇见他的时候 他特别怕人啊 给他吃东西啊 吃完掉头就走了 哎呀隔了一年 被我养乖了啊 可以握手了 现在准备套他 还是套不到啊 刚才我摸他的脖子 他都让我摸了 我以为这样子吧 就听我话了 其实不是啊 他看见这个神 他还是很怕 所以说这 哎呀可麻烦了 真的还是套不到他 吃了好几根火腿肠 还是没有反应啊 你看嘛 就是套不到 这嘛 他只要看见神子 马上就往后退 所以说实在没办法 这怎么搞呢 哎 去年在这里给他喂东西 吃完掉头就走啊 一直也没有拴到他 今天把他带到这里来 给他吃了两块鸡胸肉 他还是特别高兴的 黑牛回到你的家乡 沾个大嘴这么开心啊 哎呀 坐保镖 我的小保镖 跟我的时间最长 我骑行的时候 在重庆就捡到他了 哎呀 非常聪明的一个小狗 跟我特别亲 别别 我扯 哈 哥 我今天再次带他们来到这里 真的是感慨万千 整整一年啊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 当时小黄是特别怕人 给他吃完东西掉头就走啊 想拴他根本就拴不到 现在被我养了很乖了 把小黄小黑救出去之后 小黑生了八个 小黄生了五个 总大13个小狗 我都是非常负责任的 找那种特别爱狗的人 给送养出去啊 今天天也快黑了啊 我准备去找一个 风小一点的地方停车啊 小黄小黑 跟我千上万水的 又回到他的沟香 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准备在这多待几天吧 如果大家也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继续关注我啊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